嗨嗨 我是Josh 歡迎收看9月22的終止兩分鐘 讓大家用兩分鐘的時間 快速知道今天中華職棒的戰況 順便工商一下自己 今天我有發布去花蓮看球的影片 看完終止兩分鐘 也可以過去看喔 中信今天要設法繼續拖住樂天 不過在二局下半 中信的陳柏豪率先遭到樂天突破 他自己先發生了一次失誤 隨後楊建豪的二雷安打 送回樂天這場比賽的第一分 接著陳陳薇也補了一隻安打 樂天2比0領先 三局上 中信的反攻來了 面對今年最難打的投手黃子鵬 樂政華炸了一隻三分砲 比數瞬間翻盤 中信一分領先 第四局 又是拳雷打 這次是陳子豪的陽春砲 中信4比2領先 五局上 這次則是樂政華跟江昆宇的串聯 連續兩隻安打攻下中信的第五分 到了第六局 中信這局沒有打出安打 也沒有選到保送 但是樂天單局發生了三次失誤 其中楊敬豪更是連三天失誤了 讓中信取得6比2的領先 中信這場就靠著五位牛胸投手 個頭一局都五四分的把關下 連續兩天擊敗樂天 另一邊 統一推出好久沒在一軍先發的林紫薇 對上富邦的范米特 統一的打線橫挺林紫薇 一局上就先靠著福金龍的安打攻下一分 統一取得領先 不過林紫薇在一局下 就挨了三號圍的兩分砲 富邦反倒領先一分 三局上 陳傑仙的三連安打 以及邱士誠單場的第二安 幫助統一再拿兩分 比數3比2 統一領先 可是林紫薇還是守不住領先 三局下單局被打了三隻安打丟掉兩分 統一又再度一分落後 而林紫薇也就在這局退場了 雖然他今天不到三局就送出6K 展現不錯的三陣能力 但是整體表現並不理想 那統一這場比賽的攻勢 在前三局就打完了 後面的六局 統一全部都是三上三下 最終富邦就以4比3收下勝利 統一吞下四連敗 以上就是今天的終止兩分鐘 明年的比賽 樂天繼續在桃園對戰中信 而八連敗的衛權 要跟四連敗的統一 在台南交手 我們下次見 掰掰